为探索人工智能监管 上海在敏航 静安等区的餐馆 工厂 农村伴酒点 为传统摄像头加装了智能分析系统 化人眼钉监控为智慧监管 人脸识别 温湿度的预警 以及抓老鼠等等都不在话下 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上午10点半 两名电工突然闯入位于敏航区的一家 农村伴酒点后厨 现场的摄像头经过人脸识别后 立即连通了10公里外的市场监管部门 智能预警系统提示有陌生人进入 通过我们这个监控的摄像头 它后台算法就会自动比对人脸识别信息 一旦比对没通过 它就会发出预警 把这个陌生人进入的图片截图 截下来发送给我们 与此同时 预警信息也被推送到了 属地监管人员的手机上 监管人员可以马上通知厨房负责人 或赶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 我们只是来抽查 不可能全程检查 现在我们就有了高清的摄像头 有智能监管 它就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管 记者了解到 这套智能分析系统 能紧盯食品生产加工人员 没有健康症 没佩戴帽子口罩 在厨房内吸烟等 这些通通逃不过监控的眼睛 厨房和冷库里的温度 湿度不达标 系统也能及时提醒 而伴随着夜幕降临 这套系统还能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老鼠 标识定位预警仪器合成 把不同老鼠的图片和视频 发送给这个AI 这个AI会慢慢学习老鼠 是怎么样活动的 活动的模型是怎么样子的 通过这个建模 会精确地抓到老鼠 目前 这套智能分析系统 已在敏航静安松江多区试点 今年还将逐步推广到社会餐饮 学校食堂和食品工厂 也会对重点的一些买厂超市 包括一些重点的餐饮企业 也将逐步地来推行这样一种 通过视频监控的预警的 这样一种系统 这样实际上也是机器 带人取代人 能够更好地设施 高效率的科技的这样一种监管 东方卫视记者张英上海报道